在这个馆呢,我们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合作 然后开了一个叫做EHHE的馆 这个馆中文名我们叫中间旁边 也就是说EARTH 这个EARTH就是地球 中间有一个ART就是艺术 也就是说艺术其实在我们心中 它是无形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HUK CashE,艺术在旁边 也就是说艺术其实在我们周遭 感觉得到,摸得到,看得到 它就是生活 所以我们整个馆里面就是推广生活艺术化 艺术生活化 整个馆里面呢 除了这个叫做香音馆 这个香音馆呢 我们就是说推广一些旧时代的故事 还有一些声音 还有一些旧时候你看得到的一些东西 就想唤醒大家可以了解旧时代的一些历史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墨基馆 而我们的这个墨基馆呢 就是有推广咖啡艺术 也就是一杯咖啡一杯故事 因为里面所推广的就是我们的文化咖啡 所以我们这咖啡呢就是有很虚威性 就是有陈旭年咖啡 然后就是有油神咖啡 二十四节令谷咖啡 胡椒跟干蜜咖啡 然后我们就尝试用这些文化 通过我们的索冲咖啡 通过它的一些想法 跟我们的想法 把它泡制成每一杯漂亮的咖啡 这一部图画叫《入梦寻歌》 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两只像鸭子 或像天鹅 也有可能是动画 其实它就是一个成长的演变 就是当你在小时候 你就可能像鸭子一样天生 但是我们会循着年纪 然后展现自己让大家看得到 但是往往我们会迷失 所以为什么像这个小舞台一样 会迷上眼睛 然后就是用心感受 用心心灵 因为往往你用眼睛看得到的 未必是事实 所以你是说用心感受